大小S那些你可能不知道的事 大S和小S如今看起来家庭美满幸福 但实际上两个人却经历过一个铲淡的童年 这是当然的 还有家人其实是最重要 可是就变成是你的生活的节奏跟习惯变得很陌生 就完全被打乱了 对 徐家好似有皇位要继承 非要生个儿子不可 但往往越是想要就越是得不到 徐家的祖母接连生了七个女儿 才生出来一个宝贝金嘎的儿子 也就是大S和小S的爸爸 而徐妈妈自从嫁到徐家来 就跟保姆女佣一样 照顾着家里十几口人 受到家里的影响 徐爸爸是拼死也要生个儿子 结果前两胎都是女儿 在第三胎的时候 徐爸爸更是提前取好了名字 徐习弟 希望这一胎是儿子 但第三胎也就是小S又是个女儿 徐爸爸因为从小娇生惯养惯了 又生不到儿子男员心愿 也就成了个抽烟酗酒打老婆的渣男 大姐唯唯诺诺 妹妹又需要人照顾 徐继元便主动承担起了所有的责任 我最害怕跟最 我最不想要失去的东西 就是我家人的幸福跟健康 你给我什么日子会发生什么状况 我其实都是很期待的去面对 先是帮着妈妈反抗来自父亲的家暴 更是在十几岁的时候 走出舒适圈赚钱还债 前前后后再加上每个月 给徐爸爸的生活费 差不多要达到了800多万 但这徐爸爸就是个无底洞 徐妈妈实在不忍女儿们跟着受苦 便下定决心跟徐爸爸离了婚 为了这个假 徐妈妈是又当爹又当妈不说 就连大S也被迫成了家里父亲的角色 虽说后来徐爸爸终于痛感先飞 但是好景不长 徐爸爸没过多久便病逝了 纵说周知 小S虽然是妹妹 但竹竹比大S早了五年结婚生子 结婚第二年 小S便生下了自己的大女儿 作为新手爸妈 小S和丈夫都没有做好迎接小孩子的准备 相反姐姐大S对小孩颇为喜欢 便答应小S在孩子出生后的这一年 自己不会离开中国台湾 帮妹妹照顾一年的孩子 两个人更是定下约定说 如果一年过后 小S依旧对这孩子不感兴趣 便把孩子过户给大S 倒也是肥嘴不留外人田 那我就答应他 他孩子出生的那一年 我不会去离开台湾工作 我只会在台湾 然后帮他雇孩子雇一年 让他适应 如果他无法适应的话 那孩子就过户给我 只不过一年之后 小S也逐渐适应了妈妈的身份 甚至还接连生了第二第三个女儿 看来徐家这生女儿的基因 果然是很强大 更多精彩内容关注愚美人鱼 一起吃着最甜的瓜 追明星最冷门的八卦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